我们来看电动车市场热络 带望岛线架族群的发展 当中哪些个股市的留意关注 一起来听听专家如何分析 加大马力车子急速奔驰 电动车市场蓬勃发展 也带动相关岛线架族群 我们帮各位做进一步的分析 可能落在岛线架族群这里会有文章 我们来帮各位做一个深入的解释 用7月份的营收数字 我们从顺德、一拳、借铃跟长华这里来挑 我们就挑长华这一档个股 来做一个深入的剖析 长华7月份的月营收 是微幅的月增0.1% 但是跟去年同期比 一样是年增5.9% 至于说今年第二季的EPS 长华它是小赚了0.74元 第二季的季报 它的毛利率是20.66% 营益率是11.43% EPS的话则是0.74 跟第一季比 都是维持整个三绿三升的好数字 7月份的月营收 除了是双征之外 它也是同步写下6个月的新高纪录 长华代理的日本驻友店幕公司 还养树枝已经在台湾增加生产线 未来将强化台湾半导体 后段封装材料的供应 那对于整个的一个未来 公司正向的一个指出 它目前已经切入了 关键元件的一个封装材料 以及IC基板的一个市场 所以未来规划会以这个3C 车用以及公用这三大主轴 来推动整体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成长 所以短线上整个的一个长华的一个股价 已经持续不停的一个垫高 后市留意法人持续大买进的一个动能 就可以了 电动车产能持续扩大 导线架族群出货强劲 法人看好后市表现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